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广州恒大队的主力球星于汉超 他为了突破开车禁令 日前是在大街上当街土改自己的车牌 没想到被别人拍下来 还放到微信上引起轩然大波 广州的交通规则 对外地车辆是开四天停四天 而他土改的目定 是希望每一天都可以开车上路 结果因小失大 砸到球队开除 广州恒大球星于汉超 也是中国国脚 日前当街汪洋涂改他的辽宁车牌 把英文字母1改成F 结果被路人拍下放到微信上 由于广州市规定 外地车牌的车上路 必须开四天停四天 然后再开 于汉超改成F后 可以开四天 再改回来又开四天 等于天天都能开 结果这点小聪明他损失惨重 先被罚5000人民币 行政拘留15天 以及扣12点驾照点数 然后最重视纪律的母队 广州恒大已违反39对规 其中九项开除了条例 法育汉超炒鱿鱼 损失六千多万台币的年薪 另外未免中超冠军 广州恒大 新球场也在16号正式开工 这个荷花造型的新竹场 将耗资515亿台币兴建 可容纳10万人 完工之后将是世界上 最大的足球专用球场 预计2022年 这个号称最高科技 也最豪华的球场 将正式启用 进入再转到西甲 万一因为疫情无法复赛 几分战士领先的巴塞隆 有可能直接获得冠军 但总军队赛迪恩 并不开心如此夺冠 本季巴塞隆纳还有11场比赛 如果就这样封王 这首皇马应该也不甘心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